見吾,地區工作的本義,明報專訊,上聽人說,雨傘運動後,區議會選舉是戰場你知道,什麼叫地區工作嗎?地區工作是什麼呢? 最近,我有這樣的一個故事某天,在面書看到周樂行軍上傳一張文協的區議員,人稱南哥的委員南區議員的傳單, 題目是竭而不捨解決露宿者問題,內容描述音就皆有一條天橋,真經有一些露宿者聚居,現在為了解決露宿者問題, 衛議員就請市民聯署,向政府有關部門申報,指居民有一段時間沒有使用天橋,將來也不會使用, 所以請政府短期內封橋,長期要拆橋,以免露宿者在八佔天橋在黃昏的電台節目中, 根為議員及他所述的政治組織民協的超級區議員馮檢基聊天,他們當然做足功課為事說,露宿者問題向來是他們區內的問題, 本來天橋上有四名露宿者聚居,他們已經安排他們上樓,問題算叫解決但是,看那張傳單,明顯地就是希望要拆走那條天橋,以免露宿者再回來網民讀了傳單,都會問, 難道趕走露宿者,這就是解決問題的方法嗎?到了陰宙皆一遲,看了四十分鐘那天橋, 真的沒有人再用因為天橋下,以有交通登天橋上,也如為議員的傳單所言,有一些合理措施,防範露宿者再次八佔天橋當然, 所有人都不會說,一條沒有用的天橋上,為什麽要放一些像橋敦一樣,八佔橋面空間約三分一的花圃 或這麽用心做陸化,是造給什麽人看的呢?再訪問一下當區的街坊,好幾個人說, 這天橋,都是拆了好為什麽?原來,早陣指天橋上發生過火災,又有露宿者聚居對當區居民而言, 為議員做得真好因為,拆走天橋,是那幾個我在陰宙皆遇上的居民的議員議員, 指示反映居民的訴求任憑你國外人看了傳單,覺得議員的呼籲行動有趕走露宿者之嫌但,對議員來說, 選民要什麽,他們就要給什麽選民覺得天橋是他們的麻煩,看到天橋就令他們想到不快的事情, 拆之而後快,對現實的香港人而言,就是做到事這就是民主選舉的遊戲規則 所以,我們不難發現,下節區議員,上次立法會,大家都以討好份思維基任無辦法的, 立法會選舉在比例代表制下。